亞洲電視臨時清盤人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說 決定明天早上遣散亞視員工 亞視會因此停播 我們的決定是天早上 我們會遣散亞洲電視員工 因為遣散亞洲電視員工 也導致會停播 這是我們也不想見到的一件事 但正如我之前親自跟亞洲電視員工說 一直過去這麼多個月以來 他們也應該清楚繼續下去 如果我們出不了糧 對他們也是一個損失 如果他們繼續做下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得已我們作出這個決定 德勤說亞視的新投資者 中國文化傳媒曾經提出 擾過臨時清盤人 先向留守員工發放3月份的工資 但德勤認為有關方案 和他們要求的相差太遠 對方也未能在今日下午5時前 交出800萬的現金做證明 所以決定明天早上遣散亞視員工 然後再加上層時清盤人 劫